很奇怪 每次等到5點都不介紹 然後今天就5點就跑出來了 我就 是吧 無限再生 收到長蛇座啊 什麼是長蛇座呢 眷顧著宇宙怪人 然後旁邊的盔甲的話 哎呦這圖案是不一樣 總共有兩個圖案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技能 R角色目前已經出了11頭 這個是第11頭 前一個是溫德 再前一個順位是 原子武士 沒有沙拉的長得是非常的帥 好超能怪人 非暴擊不敗 硬暴崩壞 第一個是普通攻擊 兩連擊130%的攻擊力 第二個他走的是攻擊力 跟過去上一頭走的生命值 跟第一頭都不大一樣 三連擊造成600%的攻擊力傷害 哇這三連擊600% 看一下 原子武士 是五連擊350% 1750 所以梅爾的攻擊力是更高 也就是說他至少可以打到好幾億了 一億多就沒有問題了 最後一級有百分之百概率是特化崩壞三回合 為什麼要一直看原子武士呢 因為他們兩個是有點像 他是兩回合 梅爾是三回合 然後怎麼一直點錯勒 是吧 免傷率降低10% 被即時追加 梅爾250%的崩壞傷害 堆疊三層 不與普通的崩壞 對加這個是沒有辦法的 然後他這個也是三層也是 不可以與普通的 那追加的200% 你這個是加上梅爾沙德 200%加上250% 這個是沒有專武的 還有專武在網上加成 那普通屬性是6834095173105 哎呦 通常這個速度越慢的 攻擊力都越強 哎呦 梅爾好像很厲害 然後剛好他反場的時候 我們這個帳號是不是可以拿一頭呢 再拿原子武士反場 自身級隊友行動後使敵方的特化崩壞 延長至四個回合 怎麼回事 任意角色行動後 敵方身上的特化崩壞滿三層 立刻引爆 500% 他會轉爆成引爆類型啦 我的天 無效 跨敵方使戰鬥 回到霹雳啪啦的戰鬥 這個 這是什麼樣子情況 他是引爆啦 這個這個沒有啊 這個時候他是 會報警免傷啊 這個是給你去引爆 就是短短短啦 他就是這樣短短短三層啦 完了完了 原子武士起飛了 啊呀我就想說這個牙籤少年怎麼可能只有這樣子呢 是吧這超級俠客 他可以降敵方的攻擊力嘛然後 這原子武士吼然後 進行60%精神強度和 追擊是100% 然後這個地方他不同了他這個是 非暴擊不敗的最新的非暴擊不敗的效果了 期間受到非暴擊的致命傷害保留20%的生命值 不戰敗 你最後的血條剩下一點點如果你是這個非暴擊你等於說你 暴擊沒有用啦他不管你暴擊力啦 這最新的了不管你什麼暴擊力 變敵於三次 暴擊致命傷害 攻擊只看手段傷害是否暴擊 這就寫的是比較複雜總之呢就是你暴擊 跟不暴擊 他這個是有很明顯的一個改變只是說要看一下是什麼情況 開場是三個回合 自身永久獲得100%的抗暴率 是吧這個就是暴擊力跟抗暴率嘛 50%的非暴擊 為什麼他要這樣設計因為以前很多人都一直把暴擊力都堆到100%有沒有90幾%100% 滿了所以他就是有一個抗暴率 免疫拖戰跟 魅惑啊 哇 鳳凰男怎麼辦 這遊戲真的是厲害耶他可以去這樣子囚犯怎麼辦 是吧 啊 好啦那今天這個角色還有 管連 新聞肩甲是他的專屬武器龍擊勳章 還有搭配新聞肩甲的plus的專屬武器 然後本身的話樣子是什麼樣子我們拉到外面去看好了 然後這裡新鮮領一領 嗨你好 來 歡迎美爾薩加德 大概就這個樣子啦 欸深海王你幹嘛來亂啊 是啦不要亂啦 很好 好 好了那麼我們後天青銅竹冠軍第一集怎麼人一直在這裡 準時會登場了 好了大家拜拜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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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